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黑暗森林法则成了人类生存的唯一规则 想要活着 唯一的办法就得学会消灭 相依为命的兄弟俩警惕地发现 他们安放在森林中的预警系统被人触发了 哥哥第一时间掏出枪瞄准窗外 才发现山坡下走来的竟是一个裹着棉被的女人 女人不断地示意自己没有武器也没有敌意 只希望有人能收留自己 这让兄弟俩激动坏了 鬼知道他们有多久没见过女人了 再然后 这就是末日下的世界 也是人类文明消失后的常态 当原本的所有秩序规则都分崩离析时 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们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人类自己才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 而杀人或被杀的理由 可以是几何罐头 也可以只是一双鞋子 人与人之间的猜疑链就这样被彻底固化 地球也就此演变成了一座黑暗森林 而或许是被哥哥保护得太好 见到这明显没有威胁的女人被一枪爆头后 弟弟吉姆仍旧感到无比压抑 哥哥欲言又止 他并不是冷血 可为了两人的安全着想 他不敢承受任何风险 到了晚上 哥哥继续来到窗前警戒 谁料警铃声却再次响起 见到一群不速之客正朝着这里逼近 他立马叫醒吉姆 两人拖上物资便开始夺命狂奔 但不幸的是由于物资的洒落 他们还是被歹徒发现 随之而来的枪声也打消了两人捡回物资的念头 而这也正是歹徒的目的 他们见到物资后就停下了脚步 兄弟俩也因此逃过一劫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第二天 饥寒交迫的两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劫废弃车厢 可透过瞄准镜 哥哥却发现里面似乎有人生活的痕迹 这让两人只好放弃搜寻的打算 又不知道走了多久 一栋相间小屋的出现让两人再次看到了希望 可当哥哥还在习惯性的借着草垛排查危险时 吉姆却已经不管不顾的忙了进去 见到这一幕的哥哥火冒三丈 但还是立马跟了上去 好在这里并没有其他人生活的痕迹 吉姆甚至还在其中找到了一个久违的床塔 愈发满意的他当即就准备留下来 可由于他先前的莽撞 哥哥不但拒绝了他的提议 还毫不留情地对着他一顿唾骂 接着更是无视了他的反驳 随后 哥哥找到仓库将里面的所有物资装进了背包 正准备离开时 他却发现吉姆不见了踪影 原以为他还在生闷气 可来到房间后 才发现他早已陷入了梦乡 见到他蜷缩的背影 哥哥的眼神逐渐变得柔和 弟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所以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希望弟弟能够成长起来 学会在这该死的末日下如何生存 可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弟弟遇到危险 才会每一次都将他护在身后 到了第二天 睡到自然醒的吉姆只觉得浑身舒畅 更让他惊喜的是 哥哥也改变逐意决定留在这里 见到他正摆弄着一捆云线 吉姆提出可以用门上的螺丝固定在树上 然而正当两人规划着未来的生活史 不如其来的变故却打破了一切 明天何意外 没人会猜到哪个先来 哥哥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死在了吉姆眼前 而接连响起的枪声 也让他根本没有悲伤的时间 见到歹徒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过来 他只能迅速拿起武器翻身躲藏 接着飞快地收拾好物资 赶在歹徒发现他的前一刻藏进了阁楼 听着脚步声一点点逼近 极度的恐惧和悲伤让他拼命挥住了嘴巴 这一刻吉姆从未感到时间是如此难熬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确认对方彻底走远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 看到哥哥的尸体就这样被八光衣服扔在一旁 吉姆终于能够体会 当一个人悲痛到极点时 为何表现出来的会是麻木和冷漠 他将哥哥抬进了那个唯一有床的房间 用床单将他紧紧包裹 以自己的方式给了哥哥最后的体面 也就在这时 屋外再次传来了响动 一个男人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见到严阵以待的吉姆后 男人拼命释放着自己的善意 可吉姆的眼神却变了 变得犹如当初的哥哥一样冰冷 最终 吉姆变成了哥哥想要他成为的样子 而代价却是哥哥的生命 他也会带着哥哥的那份期望 继续在这暗无天日的森林里坚强地活下去